2018年的最後一天 韓國瑜市長即將來到西子灣這邊 陪同民眾一起歡送最後一道夕陽 夕陽西下紅霞滿天 西子灣夕陽高雄八達美景之一 韓國瑜將在下午5點左右 到場陪民眾賞日落 賞完日落可以到附近吃有名的大碗工兵 20人份兵加上滿滿水果是當地一大特色 而吃飽喝足後就能前往市區 而到了31號晚間11點鐘 韓國瑜市長就會抵達 為在夢時代的跨年舞台晚會 來陪民眾倒數迎新年 當晚韓國瑜將會跟神明嘉賓 合唱好幾首歌韓粉超期待 而除了歡送最後一天 新的開始韓市長怎能錯過 2019年韓國瑜市長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來到高雄鄰園的這一棵 市井之南樹要陪大家來賞曙光 今年第一天早上6點20分 韓國瑜將跟韓兵一起抵達市井之南樹 一同觀賞第一道樹光 而民眾看完樹光 能到附近走走 爐到恰到好處的鴨肉 配上鴨油拌飯 香氣四溢 這是鄰園隱藏版排隊美食 老闆更說不止他們的店 鄰園好吃又好玩 我們鄰園還有滿多好玩的 我們有濕地公園也有清水園 這些都是希望可以 韓市長可以為我們做改變的 不過韓國瑜將直接前往文化中心 參加7點30分升旗典禮 過去發一卡通都造成排隊 今年市長要親自發 更會造成風搶 韓國瑜到哪 人潮就跟到哪 年末之際行程排滿檔 就為了在廉價期間 替高雄拼出觀光好成績 介程生意王乃瑜高雄報導 問吗 是